10月21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女排比赛间隙,两只军运会吉祥舞冰冰出现在赛场上与观众互动。 摇头晃脑的冰冰憨态可居,活泼可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一只冰冰的扮演者名叫王思瑶,今年27岁。 王思瑶告诉记者,整套冰冰服装大约有十几斤重,由服饰和头套组成,头套侧面有风扇起到换气的作用,服饰内置钢圈用来固定形态。 王思瑶说,穿上整套服装五分钟后便会满头大汗,虽然辛苦,但是能扮演冰冰觉得很荣幸。 就你像我们刚刚出去互动了一节之后,就很累了已经,然后现在我的身上都已经全是汗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让我们观众开心,让他们喜爱冰冰,我们觉得一点都不辛苦,也觉得能当冰冰是一件非常开心以及荣幸的事情。 冰冰扮演者需要负重舞蹈,套着笨重的服饰,展现冰冰的活泼与热情。 另一只冰冰的扮演者赵康,曾经在北京奥运会时培训了200名吉祥舞扮演者。 赵康称,演员在穿上人偶服装后,对其肢体动作要求更高,看似轻松的表演,实际非常辛苦。 一些工作人员说,我来带一下吧,我也会,其实他们一上场就知道,就不行,因为观察的东西和它的动作的幅度完全是两码手,再加上它体能消耗就特别大。 吉祥舞的话,它表演时间一般都是从赛前倒计时90分钟开始,因为我们体育展示的流程是从赛前倒计时90分钟开始,一直持续到比赛结束,全部结束。 据悉,第七届军汇集项目名为冰冰,以被誉为水中大熊猫和水中活化石的中国一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中华群为原型设计。